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从吃油开始让你保持健康跟美丽 不吃油从来就不是一个长寿或者是减重的好方法 而是要慎选油脂 其实好油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肥胖 以及代谢症候群等等问题的哦 那么如何摄取好油以及选择对人体有益的油脂呢 首先我们要选择富含Omega 3的食物 例如鲑鱼 鲸鱼 鲑鱼等高脂鱼类 或是亚麻籽 深绿色蔬菜等食物 多摄取深海鱼油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第二个是摄取不饱和脂肪 例如橄榄油或是芥花油为主要食用油 再来就是避免食用反式脂肪 因为食用过多的反式脂肪呢 会引起你的动脉硬化以及心血管疾病 所以一定要少吃人造奶油 油炸食物 精致的蛋糕 糕饼等等 其实陆老师的最终原则就是要少吃加工食品就对了 再来就是少食用含Omega 6的油脂 可以帮助我们体内维持必须的脂肪酸平衡 而含有Omega 6的油脂有哪一些呢 像是玉米油 花生油 葵花油等等 陆老师在你一定受生计划之前呢 会觉得其实健康是最基本的原则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胜选优质脂肪 让你在受生的时候呢 也可以有健康的身体